假车祸真诈宝在台中有名男子在国道发生了车祸 他的前保险港受损 不过当时他没有报案 所以无法申请理赔 那么事后呢 他就为了这个保险金 找同事来制造假车祸 模拟现场然后去报案 整个过程像拍电影一样 连续撞了六次才成功 他自以为瞒天过海 这个完美的计划仍然遭到警方识破 暗夜里一辆车大回转 没注意到停在马路上的车辆 朝侧边猛力撞下去 驾驶随即下车不是要理论 居然是看一下角度 和前来观看的机车骑士讨论该怎么撞 机车骑士像极的导演 几个人七嘴八舌 驾驶倒车再往前开 抓力道桥角度 一连撞了六次才满意收工 打电话报案 自以为瞒天过海的完美计划 破绽百出 在国道那边 他是左前车头去撞到 左前车头那个有凹损 那他现在他第一次 他在这边摆的时候 他摆的是左前车脚 对 左前车脚的部分 所以他车头那个部分 那个碰撞的位置是不吻合的 警方调约减实器才惊觉 非但不向车祸 反而像在演戏 试破假车祸伎量 26岁的男子原本获得 8万多元的理赔金 这下得通通吐出来 还得吃上 味噪文书 以及诈气的官司 实在得不偿失 中天新闻台中 最后报道